韓國總統尹熙悅發表 首次時政演說 一邊態度強硬 主張朝鮮無核化 一邊表態駐朝抗擊疫情 拜登法案之際 朝鮮新一輪核勢一觸即發 尹熙悅之下朝鮮半島局勢 將走向何方 韓國作為首個亞洲成員 加入北約網絡防禦中心 用意核蓋 相互尊重的中韓關係 與重建韓美共盟 又將如何平衡 保守派尹熙悅接任韓國新總統 韓國的外交走向引起各方關注 尹熙悅首先提出 重新要構建韓美同盟關係 和加強全面戰略同盟關係 對中國他強調相互尊重 而對朝鮮呢 要堅持完全可憐證的無核化 實現半島的無核化和平 為最終的統一奠定基礎 可以看得出來 韓國的外交政策 真的是出現了重大的調整 主要原因 第一 是大國競爭 加劇以及朝鮮的強勢 還有俄烏的衝突 進一步刺激了韓國與美國 深度捆綁的要求 第二 是美國在意識形態 國家構建等各個方面 對韓國有著長遠的影響 第三 是地緣層面 如果在大國之間選邊戰隊 無疑會摒棄韓國在80年代 已經開始的北方外交政策 當時呢 就是 東西雙方的對立在趨緩 韓國希望與中國 蘇聯 東歐等世衛主義國家 都改善關係 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朝鮮 創造一個有利於 半島統一的外部環境 從而最終能實現 朝鮮民族的和平統一 隨著韓國國力 和自信心的不斷提升 希望在國際和地區事務當中 發揮更重大的作用 但是通過全面和美國靠攏 來提升自身的重要性 顯然這兩件事是相悖的 也會直接刺激到朝鮮 改變半島 以及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局勢走向 韓國總統尹錫悅 5月16號在國會發表時政演講 其中朝韓部分受到關注 當下朝鮮疫情嚴峻 尹錫悅說 如果朝鮮當局回應 韓方將盡力提供支持 朝鮮維持兩年的零確診紀錄 5月12日宣告破功 面對多達上百萬名發燒者 朝鮮不僅疫苗接種率為零 也缺乏藥物 醫療系統無法附和 朝鮮建議有症狀的民眾 居家治療至少四周 並搬出各種民宿療法 朝鮮勞動黨機關報 《勞動新聞》建議 出現咳嗽症狀者可服蜂蜜 但不建議以蜂蜜 餵食未滿12個月的嬰幼兒 發燒者可服止痛退燒藥物 呼吸急促者則應將窗戶打開 維持屋內涼爽 如此經過四周 若仍感覺不適 出現咳嗽 吐血 昏倒 皮下出血或尿量異常等症狀 應立即向醫師尋求協助 或前往醫院 重症患者則依照醫護人員指示 尋求氧氣治療 防止呼吸衰竭的對策 接受肋固醇等專業治療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表示 這次疫情傳播可以說是 朝鮮建國以來的大動盪 熱病以首都圈為中心 同時多發地傳播擴散 金正恩宣佈 全國各道 市 郡要封閉本地區 盡全力保障居民生活方便 當務之急事 主動封閉一發地區 嚴格處理發熱患者隔離就醫 全力救治患者 切斷傳播空間 金正恩還批評內閣 和公共衛生部門不負責任 工作態度差 組織能力弱 政府已下令緊急分配國家儲備藥品 全部藥店24小時營業 但有關命令沒有落實到位 為此 金正恩下達特別命令 要投入人民軍軍醫部門力量 立即穩定平壤式的藥物供應 金正恩還要求朝鮮防疫部門 要好好研究別國的防疫政策 和防疫經驗 最好積極學習中國 以取得的先進而豐富的 防疫成果和經驗 美聯社指出 這次疫情爆發 可能與朝鮮大型慶祝活動相關 4月25日 平壤市中心的金日成廣場 舉行了大型閱兵試 慶祝朝鮮人民革命軍 成立90周年 數以萬計的民眾和軍隊聚在一起 可能是導致病毒傳播迅速的 其中一個原因 由於朝鮮公共衛生系統薄弱 疫苗接種率低 長期以來 衛生專家一直對朝鮮抗擊 新冠疫情大規模爆發的能力 表示擔憂 哈佛醫學院專門從事朝鮮醫療保健問題 專家指出 朝鮮測試能力為每周1400人 並不具備對成千上萬病症者 進行檢測的能力 國際衛生組織表示 如果朝鮮提出需求 他們已準備好運送疫苗 治療藥物 並提供其他援助 中國外交部也提到 願同朝方加強抗疫合作 韓國《朝鮮日報》指出 朝鮮一貫強調自主解決問題 立即接受各方援助提案的 可能性很小 分析指出 儘管金正恩呼籲 採取更嚴格的防疫措施 但他也強調 要實現經濟目標 這可能意味著 農業 工業和建築工地 仍然會出現群體聚集 目前朝鮮將其新冠疫情的 防疫等級 提升到了最大限度的 緊急防禦等級 證明已經進入到 防疫的關鍵階段 朝鮮之所以沒有立即接受 國際社會 包括韓國 社會組織 以及國際紅石滋會等 國家和醫療機構的這種援助 可能還是急於擔心 有附加的政治條件 導致其他方面陷入被動 不過根據相關人士的透露 目前對於中國的援助 朝鮮還是非常歡迎和感謝的 上週已經有兩架高麗航空的飛機 從瀋陽運載了醫療物資回到朝鮮 同時中國在5月13號 已經完成了 援朝鮮前醫療隊的組件 準備進一步提供支持 那根據目前公開資料顯示 金正恩認為朝鮮疫情 是在封控區和相關單位內部傳播 而不是各地區間無法控制的傳播 因此只是衛生官員要好好研究 別的先進國家的防疫政策 朝鮮目前的防疫政策 應該和中國類似 具體而言應該有三個方面 一是按照工作單位 生產單位和居住單位 採取隔離的措施 第二是調動國家手段和力量 確保醫藥品到達患者手中 第三是頒布了一些 適合朝鮮情況的防疫建議 比如經常用鹽水漱口保持口腔清潔 鼓勵人們吃富含衛生素C的水果 避免吃難以消化的油炸類的一些食品 下一步防疫政策的關鍵 應該是進口或者是接受 中國和其他友好國家的 試劑核和疫苗 盡快地大規模篩查和接種 以此來防範疫情的進一步脈園 在疫情爆發的同時 朝鮮半島局勢依舊緊張 5月12日朝鮮還從平壤順安地區 向東海海域發射了 三枚短程彈道導彈 韓軍相關人士透露 不排除朝鮮在短期內 進行第七次核試驗的可能性 韓方認為 儘管朝鮮正在忙於應對新冠疫情 但核試驗會按照時間表推進 李新越主張先無核化 後改善韓朝關係 如果朝鮮致力於無核化 他就準備給朝鮮提供 一個大膽的經濟計劃 但是在可驗證的朝鮮無核化 實現之前 還是要維持強硬的制裁措施 朝鮮恢復國際信任第一步 他認為是誠實 完整地申報 現有核計劃 對此朝鮮的媒體譴責了他的主張 說他這樣的主張 與李明博政府沒有什麼區別 當時李明博提出無核開放三千 以及朴槿惠政府所提出的 韓半島信任進程都是一脈相承 歷史已經證明了 對朝鮮強硬政策最終會破產 韓國大選之際 朝鮮還先後試射了偵察衛星 啟動了寧邊河設施 恢復風機禮河試驗場 擴建了西海衛星發射場 一系列動作都是敘事待發 如果以新越政府採取 恢復韓美聯合軍演 在《國防白癖書》當中 把朝鮮再列為主敵這樣的強硬舉措 朝鮮很可能會以超強硬來應對強硬 美國可能關閉與朝鮮對話之門 將對朝鮮的政策 完全又轉向一種另外的局面 而隱新越把韓美同盟放在了首位 追求韓美政策的一致性 加強對朝鮮強硬的基調 將可能引發新一輪朝核危機 今年以來朝鮮已經進行了十多次 彈道導彈施射 其中包括洲際彈道導彈全射程施射 意在施壓美韓回到談判桌前 就制裁讓步等問題進行接觸 就在韓國新總統 尹熙悅救治典禮前 以及美國總統拜登訪問韓國之前 朝鮮還試射了彈道導彈 在上月平壤的一場大型閱兵試上 金正恩承諾 要以最快的速度擴大其核武庫 並警告可能展開預防性打擊 因此美國判斷 平壤正在封吸禮核試驗場 進行核試準備 本月內就有可能進行一次核試 談到對朝政策 韓國新總統尹熙悅表示 朝鮮核開發對朝鮮半島 亞洲和世界和平造成威脅 為了和平解決朝鮮核問題 他將開啟對話之門 如果朝鮮中斷核開發 並採取實質性無核化動作 他已經準備好一份 與國際社會合作大幅提高 朝鮮居民生活水平的大膽計劃 《韓國日報》稱 以西越所謂的大膽計劃 實質上是將無核化 與經濟援助掛鉤 同時再次確認 在對朝問題上的相互主義原則 也就是以西越政府 準備用各種基礎設施 和投資 金融 產業 技術 和經濟發展計劃 誘導朝鮮進行無核化 這可以看作是李明博時期 推出的所謂 《改革開放3000計劃》的翻版 李明博時期的朝韓關係 曾經極度冷卻 客觀而言 用經濟援助 來換取朝鮮的無核化 在朝鮮研製成功核武器之前 可能還有一些誘惑力 但目前朝鮮已經將核武器 視為防範打過威脅的看家法王 而俄烏戰爭的發展 更是會讓朝鮮堅定對應的想法 因此 這一方案在經濟內 無疑是沒有什麼實質意義的 相反 過於強硬的對朝政策 每次也都會引起朝方的強烈反彈 反正對於朝鮮而言 誰打我 我就打韓國 很典型的吃軟不吃硬 所以 如果只是一昧地 以強硬政策對待朝鮮 也只會換來朝鮮的超強硬反應 這對半島局勢的和平穩定 無疑是不利的 無疑是不利的 5月15號 韓國總統辦公室宣佈 韓國總統尹熙悅 同美國總統拜登 將於5月21號 在龍山總統府 舉行首次會談 三大主題分別是 應對朝鮮挑戰 經濟安全 在國際事務中如何做出貢獻 此次會談的重點 是兩國總統早日建立互信 以及為推動韓美同盟 重回正常軌道 營造環境 尹熙悅在5月16號 發表的施政演說中 首次提到加入 印太經濟框架的可能性 他表示將在21號 舉行的韓美首腦會談上 與美國總統拜登 就通過印太經濟框架 加強全球供應鏈合作的方案 交換意見 並討論數字經濟和碳中和 等多項經濟安全事務 有分析認為 面對急劇變化的朝鮮半島局勢 尹熙悅會將深化韓美合作 放在外交工作的首位 且有意將合作 從傳統的軍事領域 擴展到經濟領域 據《韓聯社》報道 尹熙悅政府雖然顧及對華關係 但還是傾向於參與 印太經濟框架 韓美首腦會談共同聲明中 很有可能寫入有關韓國 參與印太經濟框架的內容 因此如何將參與印太經濟框架 和處理對華關係雙管齊下 將成為以西越政府今後的課題 就在本月初 韓國正式加入到了 北約合作網絡防禦卓越中心 正式成員隨之也增加到了32個 包括了27個北約成員國 以及芬蘭 奧地利 瑞典 瑞士 韓國這5個非北約成員國 介紹一下北約網絡防禦中心 它是成立在2008年的 不僅進行網絡的攻防訓練 還會進行網絡戰略和政策研究 被認為是全球網絡安保領域的 最強力量 韓國呢是在2019年 提交了加入的一項書 在2020年接連就進行了 兩年參加這個中心所主辦的 最大規模網絡演習 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副教授 千勇認為 在中美全面戰略競爭背景之下 其國家情報機構加入 充滿了東西方對抗意識的北約 對於中國國家網絡安全 其實構成了一定的挑戰 雖然韓國這一次加入 北約網絡防禦中心 是主管情報工作的國情院 而不是軍方的網站司令部 但是網絡空間有的時候很難 是用參與主體來區分它性質的 至於韓國將扮演什麼角色 這還取決於今後 北約是否把中國視為對手來決定 其實關於對華的關係上 北約內部的分歧也很大 比如說法國總統馬克龍 曾經在2021年北約峰會上說 我不認為中國是北約 需要應對的核心問題 如果北約不顧內部成員的分歧 執意把中國要視為對手或者敵人 韓國在其中的作用將大大增強 5月5號韓國國家情報院宣布 正式加入北約合作 網絡防禦卓越中心 韓國也因此成為首個亞洲成員 消息一出激起千層了 韓國邁出危險一步 是否標誌著想加入北約 北約是否正式開始 向亞太地區擴張 眾所周知 網絡信息戰是現代戰爭重要一環 北約合作網絡防禦卓越中心 就是在北約框架下 負責網絡信息安全 情報安全和輿論戰的組織 這個總部位於愛沙尼亞的 北約機構成立於2008年 成立之初是為了防禦 所謂俄羅斯黑客 如今發展成為 號稱是世界最大和最先進的 網絡防禦中心 也是全球最權威的網絡安全機構 它的使命是為成員國和北約 提供網絡防禦研究 培訓 和演習領域的獨特跨學科專業知識 涵蓋技術 戰略 運營和法律 等重點領域 韓國媒體對加入行為的表述 為韓國並非加入真正的北約 而是北約下設的網絡防禦中心 並稱這是對韓國網絡能力的認證 同時也稱韓國為機構的貢獻國之一 加入之後 韓國也將參與 由北約主管的網絡安全協同訓練 和政策研究等活動 在相關網絡政策討論過程中的 發言權也有望擴大 早在2019年 韓國就提交了入群申請 甚至在成為正式成員之前 已連續兩年參加機構主辦的 大規模網絡防禦演習 索頓演習 索頓年度演習 自2010年起開始舉行 旨在考驗網絡防禦人員 在遭遇網絡攻擊時 保護網絡信息系統 和關鍵基礎設施的能力 在歷史兩天的演習中 來自不同國家的紅藍兩隊 充當網絡空間的對壘雙方 其網絡攻防的博弈過程 與傳統作戰空間軍隊的交鋒 簡直如出一轍 今年4月在塔林舉行的 2022年度索頓演習 有來自32個國家的 2000多名安全專家參與 是同類演習中 規模最大的一次 這次特別關注了 國際IT系統之間的相互依賴性 模擬了一場正在蔓延的危機 牽動了軍事和民用領域 以及公共和私營部門 分析認為 北約網絡防禦中心 不算政府兼機構 也不是北約隸屬單位 而是相互支持的關係 北約把它當作親密合作夥伴 會把一些重要項目 放在這個平台來做 所以對於韓國加入的意義 不應過於誇大 但另一方面 韓國雖然把話說得人畜無害 但這個機構 畢竟在北約名下 北約的集體防禦機制 也適用於網絡安全領域 北約前秘書長拉斯莫森就曾表示 一旦有成員國遭遇網絡襲擊 其他國家應該給予政治 經濟 甚至是軍事支持 如今韓國的加入 雖然不像部署薩德那樣 直接對周邊國家 構成國土安全威脅 但同樣值得高度警惕 加入北約合作網絡 防禦卓越中心 對於韓國和美國其實都各有好處 對於韓國而言 如何進步有效地防範 朝鮮黑客的攻擊 網絡攻擊 一直是他們比較頭疼的問題 北約合作網絡防禦卓越中心呢 唯一在這方面將向韓國提供 更多的技術和人力的支持 這也是2019年 韓國就主動申請加入該組織的原因之一 而對於美國而言呢 由於中國目前九條揭露太平洋 國際骨幹網的海底灌籃中 七條要突進韓國 因此啊 美國藉此加大對中國的網絡監控 甚至日後攻擊的可能性 都會大大提高 對此中方還是要提高警惕 加以應對 就目前情況而言呢 韓國是不會主動加入北約的 這是因為對於韓國來說 它已經有美韓共同防禦條約了 加入北約還可以導致 韓國要在所有北約盟國 遭到侵略時 要提供軍事援助和軍事介入 這無疑將讓韓國自找麻煩 不過不排除美國 要求韓國加入北約的可能 因為韓國的常規軍力 比目前大部分北約國家都強 美國要拉這個撞釘 對北約倒是很有幫助 以西越在競選期間多次提及 親美是其外交安保承諾的 核心內容 並提出重建韓美同盟關係 和加強全面戰略同盟關係 她當選後 隨即就與美國總統拜登同化 韓美首腦會談也即將舉行 可見 韓美高層互動和合作 已經成為未來韓國的 重要外交安保內容 韓國新政府 預計會繼續加大 與美國在芯片 人工智能 動力電池等產業的合作 力爭實現韓國經濟 躋身全球科技強國之列的目標 尹西越的親美 以及對朝鮮的強硬立場 將會給美國和北約 帶來更多機會 可以預見 尹西越時代的韓國 將會和北約有更多的聯繫與合作 北約將會越來越多地 出現在中國周邊地區 今年是中韓建交30周年 如何讓兩國關係持續穩定 長久發展 值得思考 總體而言呢 尹西越對韓美關係的 打造方向是已經改變了 文在寅政府時期 中美平衡的均衡外交政策 取而代之的是 韓美選盟關係 而對華則是中韓相互尊重 但是我們認為即使在中美全面戰略競爭的背景下 也不意味著 韓國一定會全面犧牲中韓關係 這是因為兩國的經貿關係 以及半島安全問題 都是韓國無法忽視的一粗 比如美國近期就尋求和 和韓國 日本 包括台灣地區等 构建芯片 供應鏈 降低對中國的依賴 但據稱韓國政府表示 目前無法完全接受美國的要求 原因就是韓國企業對此強烈反對 認為影響了韓國企業的利益 同時呢 尹西越在近期 和中國駐韓國大使 新海明先生的會面中也曾表示 今年是中韓建交30周年 那建交使兩國國民和經濟發展 都大大受益 中國是韓國現在最大的貿易夥伴 韓國也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國 包括它自己的手機裡 至今還保存著建交的影像 並堅信中韓關係會更上一層樓 在此 我們也希望尹西越能言而有信 用實際行動維護和促進 中韓關係的發展 62歲的尹西越 她不是一個傳統政客出身 在過去20多年擔任檢察官 而且主導調查了朴槿惠的親信干證案 李明博的貪腐案 並且將這兩位前總統都送進了監獄 一時間因此也名聲大噪 被譽為是韓國檢察系統的執見者 韓國坊間把她視為是總統克星 如今她自己成為了總統 從從政僅僅8個多月就贏得了大選 成為了韓國執選總統以來 第一位缺乏國會議政經驗的總統 其實從1987年開始 韓國歷任的總統 都當選過國會的議員至少一次 大多數還曾經是執政黨 或者是在野黨的黨首 所以尹西越把自己就形容為 無黨派 也無勢力 不會算計的政治新人 作為自身優點的大力宣傳內容 稱自己不欠任何政客的人情 只欠國民 在近期的民調結果顯示 只有約五成的韓國民眾 看好她的施政前景 在近四屆當選總統當中 其實是最低的 她承諾國家重新騰飛 國民安居樂業 上台之後 將如何來統合國內政治 應對疫情和經濟 處理對外關係 回歸保守挑戰重重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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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